欢迎锁定 骑海论坛 在近台北股市的部分 收盘还是一个震荡小跌 来作售 倒是昨天的激情大涨 这样起扬 万圈从空翻多 甚至大力买超 都完全抛出脑后了吗 马上为您邀请到现场来宾 首先为您介绍的是 巨洋特务分析师 钟健安 健安兄你好 好 苏健好 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是 健安兄 今天行情变化里头 昨天看起来是一个大涨情况之下 反而震荡会是一个做多的机会吗 盘是怎么看呢 好的 这么说 我可不可以直接给你答案 我也不知道 这样不行 好啦 开个玩笑一下 到底这个盘是怎么看 你看到昨天大涨一百多点 大家都很高兴 结果今天狂跌十点 你就感觉这个盘要害怕 没有错吧 每一天这个盘是在那边震荡的时候 你的心情就随着那个涨 涨啊 你就开心 跌的话你就悲观 不要这么看盘 那我健安老师跟你讲 面对这个盘是 还是要有属于自己的见解 好不好 我们快点tag一下大电视 境界最重要啦 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会每天涨跌的时候 会那么样的乐观 那么样的悲观 就是面对这个行情 你没有属于自己独到的见解 其实境界说穿的真的很简单 健安老师教你的那几招而已 怎么说 我们给他review过一遍之后 我再给你结论 健安老师希望 教会你为什么我这么看 而不要直接告诉你 我这样看 没有告诉你为什么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还记不记得礼拜五的时候跟你讲说 大盘仍然为黄K棒 因为运用工具的话 大盘的日线级K棒是黄K棒 所以震荡高手盘依旧 这是礼拜五的一个结论 那昨天呢 昨天告诉大家什么 日线级的K棒为红K棒 请你偏多思考 没有错吧 健安老师给你这样一个结论 但是健安老师有PS 要请你控井部位 为什么 因为这阵子的话 真的连外资都被扒来扒去的 你都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了解 所以请你要把你的部位控井一点 否则方向如果再往另外一个方向跑的时候 要住的时候 散户只会一千零一张 就是加码摊平 千万不要这么做 所以为什么告诉你说 现在日线级的K棒 仍然为红K棒 请你偏多思考 那请你控井部位 现在不是时程多单的时候 我再PS一下 现在不是时程多单的时候 不要把机会弄这个拔掉啦 真的 我们是要有策略的操作 而不是用赌博的方式 所以还是告诉你 为什么这样子看待 来 其实健安老师跟大家讲了 我最肯定的东西 其实还是属于量的一个部分 那量的部分是谁啊 当然就要看上柜指数的一个部分 来 OTC指数 有没有把缺口回補了 那已经说多久了 说要一句话 这个空房缺口 到现在下源 连忙都还没忙到 你不会觉得人气都溃散吗 所以量出不来的原因就是因为 上柜指数还没有转强 这是健安老师最concent的 这么说好了 一个国家的股市 没人要算的时候 你觉得他会去到哪里 电话在那里 他会去到哪里 了解 所以没人气 没量 所以这个盘式的引诱在这边 好 这是属于上柜的部分 但是属于上柜部分的话 也还OK啊 为什么 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下 大盘的周KD 今天老师有教过大家 如果周KD黄金交叉的话 你最起码给他时间啊 怎么说 来 之前是不是死亡交叉的时候 要整理5到8招 那现在呢 周KD黄金交叉 你敢要让他时间往上喷一下 要吧 对不对 所以仍然是偏多 但是因为有疑虑 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 刚刚那个啊 我们再看一次 刚刚给你那个结论 就是这个东西 来 等我一下 我把那个结论弄出来给大家看 好 就是日线期的K棒 真的还是红K棒 不过请你偏多思考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控警部位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 你可能会觉得 江老师 什么叫控警部位 我跟你说 就是资金控管 好不好 现在也许你可以下一层 下两层 下三层的多单 但是你就不要把它压到十层的多单 你相信江老师 江老师不会框你 OK 所以江老师给你这个结论之后 不过 还要跟你聊一个东西 你知道吗 江老师有跟你说过 接下来是城市交易的天堂 你一定知道对不对 而且江老师从学术的观点告诉你说 波动度变大了 所以就是城市交易的天堂 那昨天江老师还统计给你看 从2014年的7月开始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杠杠一直突出那个红色的 这个红色的点点是什么意思 每一天的最高点 减掉每一天的最低点的期货 价差有高达80点以上 你有没有发现 波动度有没有很大 而且是从今年7月份出来的一个现象 之前你看看会睡起来 你现在睡起来后 哇 穿起来后你就停顺了 所以不能睡了 所以目前看起来波动度是变大 好了 这时候来了 如果波动度变大的话 请问一下你今天有赚到钱吗 如果没有赚到钱 你知道你发现了什么错误吗 来我给你看一下 散户有很多的毛病 江老师都有编号 你知道吗 帮你回顾一下 编号第11号的散户毛病是什么 就是这个 错把顺势当盘整 昨天是一个顺势盘 是不是一路大涨的盘 结果你把当作盘整盘 你是不是会逢高空 一逢高空之后 尾盘收盘的时候 你就搭配了180点到210 有没有印象 有 但是今天如果你把错把盘整当顺势 一样的 你又给他一开盘的时候 把他折起来 哇 折起来 倒退路 赚 赶快批击 你有没有发现 这就是散户的毛病 那散户的毛病怎么改 我给你看两张图好不好 看了你就知道 江老师跟你论述的东西 其实好好运用正确的方法 面对这个行情 有没有 没那么困难 怎么说 我们来看一下 波动度那么小 当然就盘整盘 你看 今天是不是横在这边 最高跟最低 大概五十几点的价差 所以很明显 收完盘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是个盘整盘 所以 你会看很多的电视节目 今天每个老师都准了 那我就 带我的会员在最高 你把它放空 最低点的时候 我把它補出来 是不是都这样 然后我跟你讲 真的是这样吗 你去找看看 如果找的话 打一通电话 跟江老师讲一下 我也蛮想参加的 为什么 我就不用研究了 我就把那个口信发给大家就好了 了解 没有那种东西 但是重点是什么 如果有方法 最起码我们可以去头去尾 怎么说 来 如果方法不对 你会赔50到80 但是如果方法对 逢高空9096 逢低接9063 这样是不是也是小赚33点的价差 因为 黄K棒就是盘整盘 江老师不是教大家吗 黄色的K棒不要追高杀低的 请问一下 你今天运用正确的方法 不是小赚33吗 那如果你的错误方法追高杀低 你少说赔50到80 这样了解 所以江老师提醒你的东西 你真的要放在心里面 好好运用正确的方法 你就可以改掉 刚刚江老师跟你讲的一个散户的毛病 散户的毛病就是这个啊 错把顺势当盘整 或是错把盘整当顺势 好了解了 最后我要跟你补充一个东西哦 如果假设你真的要面对这个行情的话 每一天江老师都跟你讲多空加战的点位 你一定要知道 最新的多空加战的点位 昨天的不要再猜了 很多人有没有 我没有公布 很多人就在网路上那边猜 猜半天 我也没有告诉你答案 不要去贏了啦 只要你是建安老师的学员 你一定知道现在打在哪个地方 所以告诉你最新多空加战的点位 打在这边XX73 建安老师再来啊 这到底是多少 我跟你讲 如果假设你想要知道的话 唯一一个方法 就是成为建安老师的学员嘛 你只要成为建安老师的学员 你一定一大早 你就知道到底打在哪个地方 明天就看这个数字哦 我提醒一下 这个数字很接近 很接近 如果讲出来的话 应该就是答案就出来 好了 我还是不要讲好了 所以怎么样知道 你自己决定 建安老师都跟你讲真的 好 所以面对这个盘式的时候 建安老师就把大盘的一个方向 跟大家做交代 最重要的就是多空加战的点位 你一定要知道 还有一定要运用正确的方法 来面对盘式 好 这个结论跟看法都有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要请建安老师 这个筹码部分又该怎么来看呢 好的筹码 这阵子真的是外资不离不弃 如果有那个什么奖状的话 我们应该搬给外资一下 沿路从低点上来的话 今天不算已经买了901亿了 今天如果再加上去 你知道买了多少吗 来 让你看答案揭晓 你以为今天下跌外资落跑吗 没有呢 外资还在买 买了51亿 然后资议商跑得比较快 三大反正这样加加减减 总共买超了49亿 结果今天漲还是跌了 狂跌15点 怎么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 我真的很讨厌另外一只手 你知道吗 每天跟你讲说 我们的基本名很好 我们的GDP有可能多少又多少 结果挖起来 还不到三顶到半山药的时候 就开始卖了 把这个盘子振在这边 到底为什么 不知道 反正就筹码论筹码 你有没有发现 建安老师每次讲到筹码 都肯本人一下 好了 就是既然目前看起来 三大反买差了49点而已 所以就以筹码的部分 就稍微中心偏多来看待 他没有偏空 中心偏多 好 那另外我们看期货 昨天 这个数字要先深呼吸一下 昨天好不容易外资是空班多 那今天呢 买不上去 那要做什么动作 当然避险了 对不对 答案揭晓 避险了7000多口 所以进空单来到了 又到了5000口了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的话 那个外资也是被扒来扒去的 没办法就是这个样子 那质型商就偏多 操作1822口 所以进空单来到了1400 所以质型商看起来 是比较逆势在操作 不过他的操作模式的话 都是跟选择权去做对作的动作 因为他们要赚的可能是价差 跟手续费而已 好 那就以 其货的筹码 稍微就中心偏空 一点点 不用看太空 因为他今天才刚翻成空单 所以中心偏空 所以两个数字 一个中心偏多 一个中心偏空 那就平衡了嘛 就平衡了 好 来 另外一个选择权的部分 外资的选择权 还是没有改变的 增加空单5800口 所以进空单来到了73000 那自营商有没有发现偏空操作了27000 刚刚佳老师有跟你说嘛 自营商的选择权跟期货 基本上都是反向操作 很明显 期货在选择权的部分 就空了27000 所以进度大概拿到了12000而已 所以这样加加减减 又来到了中高水位了 所以这个一样 我们给它中心偏空 所以其实从筹码来看的话 一下子中心偏空 一下子中心偏多 这也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盘是真的不是很明显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佳老师跟你讲 现在不是压十层多单的时候 如果是的话 筹码就会一面倒 这样了解 所以从这个也可以看出来 好 普货ratio昨天是1.15 那今天是1.14 所以当然还是中心偏多来看待 好 这是中心偏多 来 最后一个数字了 就是散户多空的力道 每天我们要追踪一下 散户到底是要做多还是做空 很明显的掉下去的时候 外资在半康 Hello Kitty又在做多了 所以 散户多空的力道 正27 还是没有被咬住 所以我们是稍微中心偏空来看待 所以其实这几个数字看起来 其实没有太大的方向 粮米中心偏多 粮米中心偏空 所以其实数字的话 大概就是这样的变化 好 那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八大光口航库的部分 昨天 佳老师就跟你讲了 三大法人买了那么用力 当然八大航库也倒得很用力 昨天又倒了33.8亿出来 如果假设这个把它加到买超的话 这个今天应该是狂涨个200点 应该没问题 但是它就是不要 没关系 所以所有的筹码都review过之后 你大概就可以看得出那个感觉了 就感觉现在虽然K棒颜色是红K棒 但是因为筹码没有一面倒 所以就是把你的部位稍微缩减 跟着它屁股后面做就对了 了解 所以请你记得 顺势交易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下一根K棒怎么走 真的没有人知道 我每次都跟你说 我真的不知道 是真的不知道 不是开玩笑的不知道 是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总可以追惯性吧 惯性总可以追忠的出来 然后我只要运用颜色管理的概念 红绿灯就是一个最有名的例子码 看到红灯 你会停下来 看到绿灯你会走过去 就是这么样的概念 把它画到K棒去 红K棒就请你做多 蓝K棒就请你做空 黄K棒它就在盘整 就这么简单 每一天 不管是高平 不管是大盘 不管是机会 不管是冬装 不管是普段 都看K棒的颜色 就知道对 我现在要做多 做空 这样很简单了解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大盘日线级的K棒 是不是还是红色的K棒 今天虽然是小跌 答案揭晓 还是红K棒 还是没有改变 所以请你还是一样 稍微偏多思考 偏多操作 不过有疑虑的状况之下 就是把你的部位稍微缩减一点点 否则如果假设 来一个就是 连外资都拉不出去的时候 要跑也跑得比较快 这样了解 所以第二阶段 建安老师就把大盘日线级的K棒 做交代 好 这个筹码面的部分 已经掌握住了 接下来建安兄 想要请问一下 这个个别股题材怎么操作呢 好的 个别股的题材 就简单了 其实今天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这个 今天的一个大盘 虽然是小跌的一个状况 最起码在股票 这件事情上面 我认为结构还不错 为什么 健康的股票 它会涨 什么叫健康的股票 不是它的血糖 跟它的血腰 是基本面不错的股票 它会涨 然后呢 基本面不好的股票 基本上它就不会涨 可能会停在那边 或者是下跌的状况 我认为这个盘式是最好的 所以控制到这边的话 我认为还OK 所以你另外问建安老师 一个问题 那股票要怎么做 很简单的嘛 同样看K棒的颜色 只要K棒的颜色是红的 你就做多 蓝的你就做空 就这么简单 昨天 建安老师有没有跟你讲 两档股票 刚转颜色而已 应该没落差 给你看一下 0061 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刚转红K棒 对不对 所以今天是不是最高点的时候 还冲到多少 冲到14.26块呢 今天收完盘收在14.07 然后收完盘的时候 涨了1.3% 所以请你记得 一定要运用红色的K棒 这样比较有效率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一段时间的时候 建安老师都没有跟你介绍 为什么 因为他蓝K棒 介绍你干嘛 那就没去啊 红K棒的时候 再跟你讲 这样就简单多了嘛 所以把握这个原则 红K棒的股票就是做多 好 还有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6176的瑞宜 刚转成红K棒 第一手资料让你知道 对不对 请问一下今天你追上去 有没有赚2.74% 最高的话 还来到了114块 所以是不是 蓝的转黄的 黄的再转红的 这时候你就可以做多 请问一下今天是不是 价差就赚到你的口袋 就这么简单 这样了解 好 那另外再review一下 还是有放空的股票 你不要以为说 现在大盘OK 那就随便就做多 不行的 为什么 6269的台郡 还是没有改变它的方向 还是空方趋势 2049的上盈 还是空方趋势 建安老师 你是知道了 三个月之前 你知道FTA 中海的FTA会过后 我跟你说 我怎么会知道 没有人知道 但是上盈就在 那个时候就已经转空了 你就要空 而不是要到今天 新闻出来的时候 自己走自己 不然快站站 你不会觉得站太慢了吗 了解吗 所以我们看一下 K棒的颜色 早在这个地方 我再给它缩小一点点 早在这个地方 就变成蓝K棒了 你到这边的时候 才被那个新闻吓到 哇 原来中海 签了FTA 我到底是要站不不站 才会太慢 不要这样子做 因为K棒的颜色 真的可以让你提前动作 最起码你可以在312块 就砍掉 或者是在这个地方 让282块砍掉 而不要跌到230的时候 自己在那儿爱白 记得没说 到底要如何 我也不知道要如何 只能停损而已 不然怎么办 了解 所以K棒的颜色 真的可以告诉你方向 然后另外一个 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的 华雅科 K棒颜色 没有改变 好不好 还有2376的技嘉 K棒颜色 仍然没改变 所以把握一个原则 因为现在还是 属于震荡偏多的一个状况 缝拉回的时候 请你记得去接强势骨 这样面对盘式 会比较OK一点点 所以还是给你大家一个结论 好不好 操作期货跟操作股票 江老师给你的结论都是同一个 其实不要太在乎每一笔都要赢 江老师跟你讲 如果假设你每一笔都想赢的话 你就会发生一个错误 什么 你想要追求那个百分之百胜率的 如果有的话 我还是一样 你卡电话给我 江老师在参加 没有那种东西 了解 所以重点在哪边 如果你在乎的是每天神无奇迹的都大胜大赚 这个东西真的不存在 或者是你在乎的 有没有什么跳楼架 什么专案架 什么超优惠 不要啊 好不然不要再说了 江老师告诉你好不好 成功的交易模式是要懂得克服人性 江老师跟你讲真的 唯有克服人性 你才能够大赚小赔 那你一定问江老师 那怎样才能够大赚小赔 很简单 运用天然的最好 简单的最好 把K棒的颜色准备好 再把操作的周期给它固定 剩下的只要按表操客 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想那么多 K棒的颜色 真的可以帮助你判断多空 对 好非常谢谢金安兄 我们准备再先休息一下 回到节目现场 继续要锁定的是 在期货的当中技巧 走出虚拟世界 用真实生活收藏更多精彩 福特EcoSport 带你体验最真的美好 福特安心购 全车系标配ESP 限时好理事重送 错过不再 顺恨好美 感悟由 暗塑红达 好凉够好 不怕你比较 你女儿不爱睡 真心好 千后上飘 暗塑红达 奥迪Q3刷新里的动感体验 Q330TFSI 低头款低月付 优惠实施中 进化科技定义未来 假警察真麻烦 年度最突垂爆笑喜剧 不是LAPD 可能是一个特别装备 我们是黑曼奥 11月14冒牌条子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盘式应对 已不错不不错 已退为进 重新开始 全面量化专线 02-2506-6808 2506-6808 Come along and dance with me my friend 华流11月号深入专访 林优威 魏曼 闪魂闪离的爱情 再说一次你愿意吗 月天怪兽 刘以豪 电影新鲜人 用九号球撞出逆转圣 喜欢一个人 最终回花絮大放松 还有独家2015写真月曆 两款任你选 华流11月号 现正抢购中 家人每天喝的水 你放心吗 安利一支援 独创双进化滤芯甲 过滤140种有害物质 杀死99.99%细菌病毒 现在在美国 在日本 在台湾 全世界都可信赖的干净好水 安利一支援净水器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盘式应对 已不错不不错 已退为进重新开始 全面量化专线 02-2506-6808 2506-6808 欢迎再度回到 奇异海论坛的现场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请监安兄 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当冲技巧 又该如何操作呢 好的 这么说 有时候每一天 很多的投资朋友 是以当冲为主的 但是没有方法的 欧白做力 不知道 监安老师教你 把这些新法 记起来 每一天 有没有 交易新法告诉我 就是你一定要懂得抓节奏 tempo最重要 节奏乱掉的时候 我跟你讲 你怎么做 你就做不顺 怎么说 每一天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要辨别 到底今天是个顺势盘 还是盘整盘 两种做法是不一样的 顺势盘是 你一定要敢追上去 盘整盘 你不能用追的 你只能逢高空 逢低界 两种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一定要辨别出来 到底是顺势盘 还是盘整盘 好 那怎么样辨别呢 如果15分钟的K棒是黄K棒 当天就一定是个当冲盘整盘 你只要逢高空逢低界 好 要多高空多低界呢 很简单 工具会告诉你 压力的点位就请你等着在那边做空 支撑的点位等着做多 就这样 今天就用到这个准则而已 没有了 没有其他顺势盘的准则 今天用这招而已 江老师会跟你讲 如果假设你是江老师的学员 你今天又哭哭中了 等一下自己抽出去 打三个大板 真的 江老师教你 你都学不会的爪呀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台子骑的15分钟的K棒 那我们看一下 我解释一下给大家听哦 一开盘在这边 好 来 收盘在这边 那15分钟的K棒告诉我什么 今天不就是一个盘整盘吗 而且工具还告诉你什么 来 一开盘出来是黄K棒的时候 告诉你压力就在这个红色的线 叫做9096 就在9096的这个附近 就请你做放空的动作 这个就逢高空 你知道吗 今天的输引就看这一笔了 如果你今天把它当成顺势盘 你今天是不是一追 恭喜你 最高点就是你追出来了 对不对 江老师没说错对不对 所以如果假设你运用正确的方法 怎么可能会追最高点 因为它又不是红K棒 如果红K棒当然要追上去啊 对不对 所以当你一追之后 当你一放空之后你没发现就开始倒退路 一直往下掉一直往下掉 掉到最后面收在9063 那请问一下今天这样是不是就33点的价差 而且你只要做一趟就可以了 了解 所以当初七角每天都讲 江老师你说的都居家的红K棒 黄K棒 蓝K棒 对就这几招就好了 不要学那么多招 这几招就可以让你大赚小赔了 不信的话江老师跟你讲 只要你是江老师的学员 运用工具运用方法的话 江老师是不是在盘中的时候我还提醒你 你知道吗 我最担心的是明明应该这么做 结果自己聪明 自作聪明 黑白穹 怎么说 来 江老师还利用盘中教学营的功能 告诉大家什么 你看哦 15分钟的K棒一直都是黄K棒 到目前为止交易超过一趟的学员 全部要打屁股了 为什么 当初的讯号就只有一个啊 就是在压力处的地方放空单 抱好就好了 你看 江老师很贴心对不对 我害怕我的学员那黑白穹 我还把图贴出来 告诉大家 不要乱乱跑 做一趟就好了啦 如果假设今天的讯号是两趟 就做两趟 如果讯号只有一趟 那你就做一趟就好了 你不要以为做很多趟才可以赚钱哦 错 了解哦 所以你看 面对这个盘式的话 用正确的方法 江老师在提醒你 有什么好害怕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赔钱吗 我给你用一张对照图给你看好不好 看了你就知道为什么你会赔钱了 来 我们看一下 昨天跟今天的 来 答案揭晓 左边是你使用的工具 右边是江老师所使用的工具 你知道差别在哪边吗 左边的工具是 收盘的时候知道大戏啦 盘在这的时候知道横盘整理盘了 这都收完盘 大家都知道 回车过 奔比都没效 但是问题是什么 如果你运用工具的话 一开盘就跟你讲红K棒 是要偏多思考 对不对 那今天一开盘是黄K棒 要告诉你盘整思考 今天跟昨天不就是在第一笔单的一个状况 就决定你当天的胜负了吗 请问一下 这样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有 如果假设你还认为说 江老师看起来很厉害的 每天看K棒的颜色 这样是真的可不可以赚得到钱 当然可以啊 我们就回顾一下这两天好不好 看了你就知道江老师真的是很苦口婆心的 很用心的告诉大家 面对这个盘是不要学那么多的工夫 不代表你可以赚得钱哦 怎么说 你看 如果假设你做错方向 赔140到210 运用正确的方法是赚114点 对不对 点位我还告诉你哦 那今天如果你方法不对的话 最高杀低你是赔50到80 但是如果你运用正确的方法 你是不是小赚33 那运用工具可不可以大赚小赔 可以的对不对 有没有那个feu了 有哦 有那个feu最重要 所以江老师为什么不给你吹嘘说 我好厉害我好厉害 错了我一点都不厉害 是我懂得顺势交易 这就是江老师一直跟大家讲的 唯有怎样 成功的交易唯有克服人性啦 真的就是这样 当你克服人性之后 剩下的就是什么 就是等着大赚小赔了 那怎样才能大赚小赔呢 很简单 只要运用天然的最好 简单的最好 把K棒的颜色准备好 再把操作周期给它固定 剩下的就请你暗表操课 不过江老师要提醒你哦 除了暗表操课以外 也许面对这个行情的时候 你有很多的想法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失败吗 来 失败的交易模式就是这样 听很多的讯息 A电视也看 B老师也听 然后隔壁小王也听 你看 听完之后 你转换出来的交易车率 觉得可以贪一下钱吗 没有啊 你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 但是重点是什么 你只要运用K棒的颜色 周期给它固定 剩下的你再锁定奇海论坛 简单是跟你讲筹码 转换出来的交易策略 是不是就OK的交易策略 想不想运用成功的交易策略 你决定哦 了解 所以简单老师都把选择权 放在你手上 想不想面对每一天多空 那个什么 轨绝多变的行情 怎么样从多空 轨绝多变行情 赚取价叉 你决定 所以等一下广告先好好想一下 简单老师讲的 到底有没有大力 简单老师我们把握做一点时间 来看一下明天的关盘重点 应该怎么拿捏呢 好的 明天的关盘重点两个 第一个 外资在现货的时候不能卖超 但是因为它现在起货 已经变成空单了 所以还是有点疑虑 但是现货的部分 只要它不卖超 我认为这个行情还可以继续 当然最重要第二点 外资不能卖超 多空加上的点位 打在这个地方 XX73 到底打在哪里 我相信很多人都想知道 对 那简单老师 你是不是又要花一块 没有哦 我没有 你是不是等在那个电话旁边 要拿那个电话 没有 简单老师没有要玩这个游戏 简单老师只要论述一个东西 不要先洗掉好不好 有很多人都先洗掉 结果去撩住就撩住 简单老师不是跟你讲吗 昨天 你已经把人家 那个什么 去英国来回两趟的 那个来回一趟的钱都输光 你今天呢 你又把那个巴厘岛 来回一趟的钱都输光 那怎么办 如果你真的想要学会奇惡当充 你一定要跟我们的学员一样 知道绝学筹码 多空交战的点位 到底找在哪个地方 只要你是江澳老师的学员 明天一早上 你就知道 到底多空交战的点位 打在哪边 面对这个行情的时候 你就不用太紧张了 所以明天的关门重点就两个 外资不能卖超 第二个XX7773 你一定要知道点位在哪里 好的 非常谢谢健安兄 明天持续锁定的旗海论坛 感谢您收到明天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